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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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最少是56宗的案件 警方展示一批证物 包括滤水器和现金等等 警方说在上星期五 接驳一个69岁女人报案 说有人上门推销 安装每个3000元的滤水器 申请住户可以拿回政府全数的补贴 骗途期后派人上门安装 但是事主事后无法申请津贴 为而受骗报警 警方说至今在葵清区 最少接获56宗同类的案件 葵清警区人员调查之后 分别在昨日和前日 拘捕两个38和65岁的男人 其中一人涉及负责上门安装 另一人就负责兜售滤水器 两个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扣查 今天是重阳节 公众假期连周末有三天的假 多个口岸北上人流击壁 港铁一度要调整前往罗湖和洛马州支線管制站的班次 到下午两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 一连三日长周末 港人会选择做什么呢 不少人就选择不想玩 在屯门市中心巴士站 过百名市民排队 搭巴士到深圳湾口岸 乘搭加派职员维持跌追 小班人不愿意上学 我又不愿意上班 你去多少人 一日 今晚就回 明天要补责 喝喝吃吃 走上商场 看看是否便宜的自助餐 或者店铺有否便宜的购买 不过运输处和警方都说 深圳湾大桥交通制室 在港珠澳大桥口岸 亦都大排长龙 不少市民前往珠海 要排近一个小时 才可以上到金巴 高铁西九龙站 亦都人头涌涌 不少家长都带同小朋友回内地 闸口大排长龙 大批职员协助疏度 而在后车大堂 更加打蛇饼 我们带学生去南澳岛旅游 都比我想象之多 我以为可以早一点来就行 但刚才来到也很多人 今天有假 所以前几天就撲飞 但差点都撲不到 我都要后補飞才補到 是不是过年 都好像是这么多人 高铁西九龙站内 有广播呼吁旅客 预留足够的时间办理手续 旅客最早可以在列车开出前两个小时 入习安检图过关 有旅游业介说 今天至少八百团出发 大多都是短途 回到大陆玩 我觉得已经成为大家的生活 习惯的一部分 所以有连续三天的假期 当然是出门 去潮山 又或者现在也有些抽粮 你说去越北 去巷关 重化浸温泉 时间基本上有三天 其实是出出有余 甚至是轻松 真的回到大陆玩 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 强华内地短途旅行团 已经成为各大旅行社的必备产品 对生意有一定帮助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转讲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外国前政要 黄湿成员等二百多人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 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外国嘉宾 习近平说 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 强调中国愿意和各国朋友 加强友好交流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 攀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政府将会一如既往 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 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等 发挥独特的作用 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次出席活动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甘丽拉票 期间他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只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四任当年仍然人气不減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星期四到其中一个摇摆州 奔直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甘丽拉票 奥巴马又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亿万富翁 只会考虑自己 又说有些男性是特朗普欺凌和贬低他人的行为是力量的象征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何锦麟并没有出席这个活动 他在亚里桑那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说 特朗普正式宣布不再参与辩论是相当软弱的举动 特朗普星期四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议 汽车贷款可以扣税并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销售 但他同时说自己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好 但他说话期间说底特律是发展中的城市惹来各方批评 密歇根州州长为特末在社交平台批评特朗普 又说底特律人在11月不会忘记这一点 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 何锦丽在郊区选民中支持度有4乘7 领先特朗普6个百分点 而在中等收入家庭中 何锦丽亦以4乘5的支持领先特朗普2个百分点 但46%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比较有利经济发展 比何锦丽高出8个百分点 有民调显示选民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比较信任特朗普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导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了结果 稍后会讲一下 另外亦都会报导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批评以军 蓄意袭击迫和人员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我们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追责 并采取措施杜绝在此发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附冲 强烈显示以军袭击联合国驻 来帮远为和部队 回来新闻时间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 由日本原子弹轻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奪得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赞扬这个 由日本广岛同长期原爆幸存者组成的组织 透过证人作证 推动绝不可以再用核武 为实现全球无核化作出努力 而获得和平奖 1945年8月 美军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 促使日军无条件投降 直到1956年 日本原爆幸存者组成这个组织 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 原爆受害者团体 目标是提高全球对核武灾难 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 组织透过分享 1945年二战时期 原爆经历的个人故事 让国际社会了解核禁忌 今届得主可以获得 1100万瑞典克朗 折合大约是123万港元的奖金 12月10日 在奥斯陆举行颁奖礼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 受到以军袭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批评 以军蓄意袭击迫和人员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据报波斯湾国家正是游说美国 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石油设施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 总部所在的南部 纳古拉市冒出龙烟 袭击发生在星期四 违和部队发声明指 以军一架坦克向总部开火 击中一座哨塔 两名违和部队成员受伤送远 总部附近一个碉堡也预测 有车辆和通讯系统受损 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两名伤者是印尼籍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赫克表示 任何对维和人员的触意习击 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发言人 呼吁各方停火 认为只可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 而不是军事行动解决问题 意大利传媒报道 预测总部有两处意大利盈地 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 指责事件并不是意外或者过失 非常严重违反国际法 并且可能触犯战争罪行 他已经要求以色列政府解释 以军又继续空袭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两处地点 星期四晚有建筑物中弹 最少22人死亡 117人受伤 东部贝卡谷地一条村落 有民居在空袭中被移平 附近建筑物亦都损毁严重 最少4人死亡 17人受伤 黎巴嫩驻联合国印内瓦办事处代表巴杜拉 呼吁各界加大压力 逼使以色列结束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波斯湾国家正游说美国 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石油设施 报复伊朗导弹集击 因为担心冲突一旦升级 他们可能会受牵连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油长国和卡塔尔 也都向美国表明立场 拒绝以色列一旦攻击伊朗的时候 使用他们的领控 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 德国政府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攻击军备 他反驳在野政党议员早前责备政府 对以色列支援不足 说他们将会看到这是错误的指责 保鲜电视机者由咖啡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的冲突 中国上驻联合国代表附冲 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 违禍部队 连离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 执行违和任务 任何蓄意攻击违和人员的行为 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 第1701号决议 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追责并采取措施 杜绝在此发生 我们重申冲突各方都必须切实保障 包括连离部队在内的 全部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 扶中又呼吁各方必须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 以冷静理性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当前局势 为打破暴力循环作出真诚努力 强调实验停火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顿述以色列放低使用暴力的执念 作出正确的政治决断 停止侵犯黎巴乱主权和领土完整 尼伯耶一个夏尔巴青年 成为全球征服最高14座山峰最年轻的登山家 18岁的尼玛在星期三早6点05分 登上位于西藏海拔8,027米高的西夏邦马峰 打破最年轻征服全球14大高峰的纪录 全部都超过海拔8,000米 这项纪录原本由他叔叔在2019年以30岁之灵创下 尼玛说这个举动是希望打破世人对夏尔巴人的看法 他说夏尔巴人不只是登山享导或搬运工人 更可以成为精英运动员和探险家 他希望夏尔巴族的年轻人可以冲破传统界限 拥抱未来更多的可能 尼博尔登山协会主席说 这个是尼博尔的骄傲时刻 尼玛的成功告诉他们 只要下定决心,没有是没有可能 尼玛来自世界纪录保持者世家 16岁开始登山 而爸爸就在19岁母用氧气瓶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 保持这项最年轻的纪录 无线电视记者吕晓雪报导 回来本港 港大说今年招收的非本地本科生 已经达到政府所定的四成上限 港大说今年招收了超过1200个非本地本科生 按年多大约400人 已经占本地生比例的四成 其中过半是来自内地 其余来自超过60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包括肯尼亚、阿塞拜疆等一带一路国家 这些学生都可以入住大学宿舍 但是校方日后仍然要开拓宿舍资源 不排除会密息商下等等 又说今年一共收到2万多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 承认来自欧美地区的申请减少 估计是与地缘政治有一定影响 不会放弃继续招生 会做多些解决 入品仪馆举行从阳节开放日 期望推广生死教育 帮助公众以正面的态度面对生死 位于大角咀的九龙殡仪馆 透过一系列的活动 让公众加深对殡仪馆和相关工作的认识 包括殡葬的流程、仪式和习俗文化 除了殡仪馆到想活动 殡仪馆也邀请来自台湾的围体修复师 举行讲座 向公众介绍围体修复 另外又表达艺术疗愈 唯物转化体验等等的工作坊 开放日活动 需要事先经网上登记参加 谢谢 稍后回到另一次新闻 大家好 我是周何欣 今天从阳节公众假期 连周末有一年三日的假期 不少港人北上 多个口岸人多挤壁 港铁一道要调整前往罗湖 和洛马州支線管制站的班次 有旅游业介绍 今天至少有800个旅行团出发 大多数都是短途游 一连三日长周末 港人会选择做什么呢 不少人就选择不想玩 在屯门市中心巴士站 过百名市民排队 乘巴士到深圳湾口岸 乘巴加派职员为此跌追 小班又不愿意上学 我又不愿意上班 你去多久 一日吧 今晚就回来 明天要保证 不是 饭饭吃吃 走一下商场 看看是否便宜的节座餐 或者店铺 有没有便宜的购买 不过运输署和警方都说 深圳湾大桥交通制室 在港珠澳大桥口岸 亦都大排长龙 不少市民前往珠海 要排近一小时 才可以上到金巴 高铁西九龙站 亦都人头涌涌 不少家长都带同小朋友回内地 闸口大排长龙 大批职员协助疏度 而在后车大堂更加打蛇饼 我们带学生去南澳岛旅游 都比我想象之多 我以为可以早一点来 但刚才来到也很多人 今天有假 所以前几天就撲飞 但差点都撲不到 我都要后補飞才补到 是否过年 每一阵都好像是这么多人 高铁西九龙站内 有广播呼吁旅客 预留足够的时间办理手续 旅客最早可以在列车开出前两个小时 入习安检图过关 有旅游业介说 今天至少八百团出发 大多都是短途 回大陆玩 我觉得已经成为大家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所以有连续三天的假期 当然是出门 去潮山 又或者现在也有些抽粮 去越北去巡邦 重化浸温泉 时间基本上有三天 其实最绰绰有余甚至是轻松 真的和回大陆玩 包括性价比其实真的很高 强华内地短途旅行团 已经成为各大旅行社的必备产品 对生意有一定帮助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不少市民在重阳节去掃墓 警方在部分地区实施 特别交通措施和人流管制 有市民说今年的製品比去年勒季 大多市民在重阳节 去到柴湾歌连神国坟墙数目 多条道路封闭 有警员在场监控人流 市民需要搭巴士 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或者经由去年建成开放的六段扶手电梯 由身下街上坟墙 全程大概10分钟 沙田布福山也因应数目的人流禁止 非紧急车駛入 部分区域暂停开放 而朝早天色不多好 期间更加下了一场大雨 不过仍然无助一众孝子炎孙 去到鑽石山坟墙败祭先人 不少人带鲜花祭品 很多都是一家大小 亦都有不少是老人家 就算行动不变 都去到坟墙败祭 场内不断提醒市民 要在化宝区里面燃烧祭品 有市民说今年的祭品 比起去年略贵 今年就贵一点 一年一次一份孝心 一定会买的 买的时候有没有问他们 为何加了价钱 是呀 他说是呀 今年什么都贵了 什么都价价一升 猪肉 鸡 鱼 百多元 不要去记 一年那么长时间 怎能记得 重阳节假期 连同周末周日有三日假 有市民说拜祭人流少了 应该有人上去大陆吧 应该都是少了 因为楼上都没什么人 消防处在元朗 八香和上水等较高危山火地点 联同文安队在不同数目热点巡邻 又会安排无人机巡邻 安装阳升气 提醒市民切勿留下火种 政府飞行服务队有需要的时候 亦都会出动破构山火 并且实时传送山火画面 给地面控制室 加强协调 母线市记者一流传入回答 特区政府在大会堂纪念花园 举行纪念仪式 悼念二战期间 为保护香港而捐躯的人士 仪式朝早8点开始 在就唱国歌和升国旗区期之后 全场默哀两分钟 出席仪式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献上花圈 其后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司法界代表 前特首曾荫权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宇 袁东宫中队港九独立大队代表等等 亦都陆续献花圈 李家超在这家媒体发文说 世代都要敏记在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英雄和同胞 从政史中吸取重要的教训 珍惜来之不宜的和平 特区政府自1998年起 每年的重阳节都会举行官方纪念仪式 风暴米尔顿逐渐远离美国佛拉里达州 奉载造成至少16人死亡 近300万户仍然受停电影下 在佛罗里达州特兰市 警方公开随身摄录机 在星期四早上拍下的片段 当时民居附近严重水浸 水心及腰 美国海岸防卫队派直升机 在墨西哥湾海域救走一个男人 将他送卷救治 当时他在冰箱上随水漂流 至于他的船艇就下落不明 米尔顿在当地星期三晚 以三级巨峰的程度 登陆佛州西部之后 虽然风势减弱 但对部分地区带来狂风暴雨 在佛州西部的布雷登顿 岸边有船隻残骸 轮近撒拉索塔远有船被冲上岸 部分树木被催淋 当地曾掀起三迷的大浪 坦白部分地区 錄得降雨量达到450毫米 佛州民众在最近两个星期内 浙年受到两股风暴 海伦尼和米尔顿的吹集 帕尔梅托市有之前疏散的灾民 重返家园 看到大部分建筑备位感到痛心 在佛州东部的奥兰多 部分街道水浸 三大主堤公园 包括迪士尼世界 環球影城 和海洋世界在星期四关闭 有旅客说行程受阻 在酒店看到有窗户房洞 觉得很害怕 有航班追踪网站片 试制至当地星期四早上 超过2200航班要取消 当局更录到 当股龙卷风 部分房屋被毁 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卡斯说 相信部分人 在米尔顿登陆佛州之前 死于龙卷风吹集 在坦白和圣比德斯堡 超过六成的油炸 没有汽油供应 超过340万户 一度停电 当局强制疏散15个月 一共大约720万人 美国国家 预风中心就预测 米尔顿逐渐远离佛州 继续向东移动 保鲜电视记者 朱石林彭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首次出席活动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赫錦麗拉票 期间他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只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四任当年仍然人气不減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星期四到其中一个摇摆州 奔直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又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亿万富翁 只会考虑自己 又说有些男性 是特朗普欺凌和扁低他人的行为 是力量的象征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何錦麗并没有出席这个活动 他在阿里桑那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 说特朗普正式宣布不再参与辩论 是相当软弱的举动 特朗普星期四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士 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议 汽车贷款可以扣税 并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销售 但他同时说自己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很好 但他说期间说底特律是发展中的城市 惹来各方批评 密歇根州州长为特朗在社交平台批评特朗普 又说底特律人在11月不会忘记这一点 路透社最新闻调显示 賀錦麗在郊区选民中支持度有4成7 领先特朗普6个百分点 而在中等收入家庭中 賀錦麗亦以4成5的支持领先特朗普2个百分点 但46%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比较有利经济发展 比賀錦麗高出8个百分点 有文调亦显示 选民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比较信任特朗普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导 一会儿一会儿 稍后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一个三个月大的宝宝女急性心脏衰竭毅台 急需心脏移植 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 亦都会尽快通过程序向内地寻求帮助 过三个月大的宝宝女琪琪上月14日 因为食欲不振和呕吐等到博外医院急症室求诊 之后转送屯门医院 她出现心圆性休克 同日转送香港儿童医院儿童心切治疗部 25日接受肺动物崩扎手术 三日之后病情恶化 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 要人工心肺肌支援 并且要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 医管局表示 其企急需进行心脏移植 否则随时出现心律不正、出血、感染等的病发症 并且有生命危险 心脏移植是目前唯一可以延续生命的方案 已经将它纳入心脏移植轮后名单 是同体型病人的首位 局方呼吁市民踊躍支持器官捐赠 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 合适捐赠者条件体重大约6至18公斤 首选血型是B型和O型 其他血型也可以接受 医管局又说 其企的情况十分危急 除了积极在本地尋找合适的心脏 也将会尽快通过程序向内地尋求帮助 当沉获合适心脏的时候 将会严格按照相关器官移植法规 重速向监管机构作出申请 确保所有程序符合有关标准和发规要求 并且会尽快安排移植手术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一个婆婆星期三在秀茂坪 被涉嫌酒驾的小巴司机撞倒 留意一日后厌至昨晚不治 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近1点半 一下红色小巴洗到晓光街和寿命度交界时 撞倒过马路的73岁婆婆 她头和脚受伤昏迷送软抢救厌至昨晚不治 54岁男小巴司机据了解酒精呼气测试 超标达到第三级 她涉嫌走后驾驶和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当场被捕 清水湾有私家车撞死野猪 消防车见到后停下 美除货车惟疑收席不及撞下消防车 五个消防员受信 原场是清水湾到385号上午11点多 一架私家车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 一只野猪突然由草虫冲了出来 被私家车意外撞死 私家车车头损毁 一架消防车停下了解情况的时候 美除的货车怀疑收席不及撞向消防车 消防车车尾撞凹 货车车头严重变形 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 野猪丝体就交由食环署执走处理 受意外影响清水湾到往九龙方向 近安受到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 事件中五个消防员受轻伤送往联合医院 货车司机报清头云无需送远 私家车司机无受伤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圈报导 受太阳爆发活动引发的地磁暴影响 北京多处观察到极光 央视报导 位于北京和河北交界的 金山岭长城河北段 和北京门头构区的凌山风景区 都有摄影外号者拍摄到极光 今次亦是北京有纪录以来 第二次可以观察到极光 对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11日前后 日前在巴基斯坦遇襲 身亡的两个中国公民围体运回中国 中方跨部门工作组抵达巴基斯坦 展开应急处置 两名中国公民围体的送别仪式 星期四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举行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杨云东 中方扶巴跨部门工作组全体成员 和信德省省督特索利等在场默埃 向越南者围体鞠躬并献上花圈 围体随后由中方工作组互送回国 巴基斯坦总统扎以达里同日 专程到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调宴 并且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姜在东会面 扎以达里强烈谴责控杂事件 向越南者表示心慈哀悼 并承诺采取坚决措施 尽快将兇手承之于法 切实加强中国在巴公民安保 加大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绝不允许恐怖分子破坏两国友谊 也绝不允许敌对势力阻碍两国追求和平 攜手发展的目标 姜在东说 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为反恐努力 共同维护中巴友谊 中资企业卡西募港发电有限公司的车队 当地星期日深夜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外遇到恐习 造成中方人员两死一伤 据捕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 比劳支解放军承认 利用汽车炸弹袭击中国公民 在北京外交部说 中方派遣的跨部门工作组 星期二抵达伊斯兰堡展开应急处置 有密集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 内政部以及军警情报部门负责人 要求巴方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全力救治伤者 撤查事件真相 緝空请恶 并采取更严格的安保措施 确保中国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的安全 近年巴基斯坦发生多宗中国公民和工程人员遇袭事件 当地反恐部门说 涉及2021年7月 袭击中方承包的达苏水电站项目车队 导致9名中方人员丧生的2名主脑 星期五和另外3人错警车转舱的时候 警方和一班袭击者搏火 期间2名主脑被击毙 无线电视记者 昨日三部到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 由日本原子弹轻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奪得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赞仰这个由日本广岛和长期原爆幸存者组成的组织 透过证人作证 推动绝不可再用核武 为实现全球无核化作出努力而获得和平奖 1945年8月 美军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 触使日军无条件投降 直到1956年 日本原爆幸存者组成这个组织 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原爆受害者团体 目标是提高全球对核武灾难 人道主义后果的认识 组织透过分享1945年二战时期 原爆经历的个人故事 让国际社会了解核禁忌 今届得主可以获得 1100万瑞典黑朗 折合大约823万港元的奖金 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颁奖礼 接下来会有时事通识